八星晨暴至今一个多月 伤患只要从能动的那一刻 起几乎都同步地展开复健 以免日后因为疤痕连缩丧失功能 台北慈建院住院伤患 还有一个另类复健妙法 练习手语 为了避免伤口连缩 晨暴患者在医院期间 每天都有治疗师指导复健 但除了特定时间的复健之外 自己平常的努力也很重要 其中一位承报商者张同学 原本就是手语社的成员 在病房的闲暇时间 他利用练习手语做复健 一号 大概每天都会比一两次给妈妈看 然后我觉得对手的灵活度很有帮助 可以就是很放松 而且可以顺便复健 我觉得很开心 另外一位患者彭同学 是护理科系学生 个性乐观的他有着白衣大事 热心服务的精神 每次复健时间都会邀请大家动起来 彼此相互鼓励 叫他要加油 叫他要乖乖喝牛奶 不可以不喝牛奶 然后就差不多 哎呦我还跟他说 你比我早出来怎么可以比我弱 大家一起进步嘛 大家一起努力一起进步 多走就会多进步啊 承报商者透过各种不同形式的附件 努力向前踏出每一步 就是为了能够早日康复 开始新的人生 待新闻陈前惠张真龙 台北新电报道